這個球右邊方向的平飛球落實是一支安打 而且球一路滾到全面打牆邊 現在陳潔線繞過一壘之後要上二壘 有沒有機會上三壘 沒錯 這個球陳潔線要衝三壘 這是一支三壘安打 我覺得陳潔線這個跑壘也是做得不錯的地方 是在他自己本身在快要繞過二壘的地方 他其實應該是自己有判斷到 有機會上三壘 在他快要踩到二壘壘包之前 他的那個判斷就已經覺得說 這顆球有機會衝上三壘 那一般不會是 一般很多的教育是在看三壘的指導員 但其實只要是你還看得到的視線範圍 以自己去做判斷為第一時間是最快的